平川说论镜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灵瓜瓜的非洲流对抗 希望大家喜欢 好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也是TR 那出生在地图 左边是蓝色的人组 ID灵瓜瓜 最近有趣啊 灵瓜瓜又人组 FQQ又兽组 好出生在他的对立点位 右下角的是红色的暗夜精灵 本场对抗 又是一场忍惊打架 那如果灵瓜瓜又暗夜精灵 大概率是首发首望啊 一个首望 恩多景水 玩起来是真的花 那这一次 他选择用人组打暗夜 他管有什么战术呢 我们倒是拭目以待 好我们看一下灵瓜瓜 先造兵营 后造祭坛 这一集大概率要由中立开了 那人组这一边的话 选择中立开 暗夜精灵 哦手发的是老鹿 嘿 老鹿这个英雄呢 这小数人练极 练得还是比较舒服 是吧 后面生个三本 出几个山顶巨人 带个毒球 最舒服 好 看看灵瓜瓜 接下来会选择哪个英雄 一般说暗夜精灵 被人组 这个中 这个用中立开的话 大概率是什么 破魔的概率 不是特别的高 现在应该是 那家 廷克 之类的 好 第一个福特曼呢 过去侦查一下 哎 第一个位置好像没有侦查正确 往这边走 那边 在这边 暗夜已经开始练了 战争古术 提前站起来 练极 这边小精灵侦查完毕 哦 原来是人组 原来是在这个位置 好 第二个福特曼 选择一个合适的英雄 我们看一下灵瓜瓜 他会选择谁呢 对手 慢慢练 好 还是选择听客啊 帝金 休不将 这个英雄的话 打前夕也行 打后夕也行 是吧 前夕练到二级 一波冲过去拆一波 后面再拆一波 如果打大后期的话 升到六级 我拆建筑是真的吗 嗯 暗夜开局 打了一个优越之剑 嗯 1.36版本的优越之剑 相当于贵族托惑的一半啊 属性值 除以二 来 口袋工厂一扔 这边小点练一练 小事牛刀 后面再练这个点 直接到二 家里的话 我们看看啊 暂时的话 没有造伐木场 哨塔倒是放了一个 但是并没有去升 好 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不错的一个开局 哎 接下来的话 他不想敲民兵 他不想敲民兵 就练这个点 哎 走了一半 他又回来了 他在犹豫 看看用什么战术 哦 我们刚才看见了什么 所有农民都在编队 好 领瓜瓜 又要他的一本T2战术了 这个战术 小地图用的比较舒服 T2的话 这张地图 好吧 不大 也不小 来了啊 家里敲了几个民兵啊 我们看一下 插件显示是12个民兵 哇 这小精灵一看 什么情况 这开局 全家老小冲对手的家 这暗夜精灵 嗯 我再三确认一下 我没看错吧 这什么战术 开局所有民兵敲出来 好 中间截你一下 能截几个就截几个 这边听个目标明确 就是对手的基地 刚好暗夜精灵 在升200号口袋工厂 一人直接吻 后面民兵前伯后继冲过来 则 灵光光的战术啊 被称为一本道 一本就过来TR 哎呀 地图还是太大了啊 小农民过来 已经结束了这个民兵状态 那农民敲吧 慢慢的敲 好 小精灵小修 这边的话 把小精灵处理一下 一本就过来TR 暗夜精灵 哎 要不要取消这个二本科技呢 小精灵 好 修一会儿 然后撤 呜 AC的数量有点多 六个AC 这一波 基地基地基地好 直接拆掉 拆完就走 拆完就走 那看一下暗夜精灵 好 家里签够 还可以再造一个基地 哇 开局四分钟 直接把对手基地给拆了 林呱呱 这个战术相当的暴力 那拆完这一波的话 挺可再练嘛 练到二级 到时候升个小地精的被动 暗夜的话 重新再造一个 那接下来战争古术 这两个战争古术 还是回家 把这个口子堵住不 哦 吃了一棵树 它是想去外面练极吗 还是把这个口子给堵住 一般来说啊 你拆了别人的家 别人肯定要报仇的 那暗夜精灵 它来了啊 一个老路 再加上六个AC 听说你拆我家 那这一波 我要把你拿走的 全拿回来 好 但是呃 林呱呱 它又绕了过去 它没有去练极 完了 它又要再去拆一波 那再拆完这一波 这暗夜精灵 估计是很难缓过来了 来 人族家里民兵可以敲 可以 首家的民兵还是可以的 哦 暗夜精灵通过自己的远程优势 给你打拉扯 你呱呱一看 给我打拉扯是吧 我又来了 哇 暗夜精灵这一波 怎么办 这个基地一时半会儿 是造不好了 民兵想为杀 好 赶紧走 这边基地取消 钱还有 还可以再造基地 可以 但是你这要回家 你不回家的话 这建筑一个一个被拆 哇 这灵呱呱 调虎离山 用的漂亮啊 这边搞个暗渡城仓 偷偷的过来 又去你家拆了 那拆完月亮锦 暗夜精灵还有两口月亮锦 来来来 把月亮锦拆 拆完之后 你就没有补给了 好 预感的时候要回来了 撤撤撤撤撤啊 停停 有没有条件 再去买个回城 再买个回城 再敲一波民兵过来 KO进 暂时还没有到三级 AC的数量还是有六个 暗夜精灵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 造完这次基地 后面再被拆就没钱了 这听歌又杀个回骂枪 好 听个确认一下 对手有没有钱开矿了 哎 一看 好像还在开 还在开 买了单船 那小心啊 好 可以拆掉 来来来 我再拆一次 哎呦 KOG刚好去外面购物了 赶紧回来 能不能缠绕一下 第一时间 先把口袋工厂给清理掉 然后再缠绕一下 听歌来 让他打不了输出 好 这一波可以守住 不容易啊 差一点被拆 哎 暗夜精灵 还是选择很正确啊 第一时间把口袋工厂清理掉 后面一个缠绕 阻止你输出 另外一边 好 这边FKQ 小钢铁欧 这边零呱呱 零呱呱 这两人的录像连续解说 难免难免啊 有口误 好 这一波零呱呱 选择的是练级 终于是练到二级了 练到二 到时候慢疗一贴 哎 KOG过来抓你了 好 又一个缠绕 KOG幸好没有三级啊 又说有三级 这个缠绕时间就有点长了 那眼精灵这里 赶紧抓住一切机会保护 来 这两个战争古术过来 保护一下基地啊 AC也围成一圈好 这边零呱呱呱身上还有一个慢疗 可以 这个点练完 嘿 还有个大法师之戒啊 不错啊 大法师之戒 相当于贵族头红的 1.5倍 好 这一波 差三点经验值就到三级了 也不再来一波 家里 哎呦呦 名品他好像又要敲了 这一波名品又要敲了 零呱呱 这个可怕呀 好 小精灵 他刚好过来 一看到名品又出来了 菊花一锦 什么情况 对手还要再来一次 哎 这个小精灵能不能解决掉 小精灵解决掉 听个就能到三 这边能练吗 还是买个回尘 买个裙补 好 来裙补买回尘 哎 哎 这被围杀了 你敢信 单船单船走吧 好 只要你缠绕我就可以 我就等你这发缠绕啊 一发缠绕 单船走 可以的 那这一波 暗夜精灵基地 好不容易造好 哎 接下来的话 啊 他怎么去外面啊 赶紧回家 哦 KOG被野怪围了 这野怪围了两波 厉害 好 这一波 零挂挂 又是一波 冥冰敲了过来 两波 墙水进攻 这一波对手 能不能守住啊 小精灵自爆 来拆拆拆拆拆 暗夜精灵 这一波再拆掉 是真没钱了 好 大部队到此 身上还有一本群补 还有TB 这一波林呱呱 估计可以满载恶龟 我一个群补一吃 小龙表示舒服 哎呦呦呦呦 这个回程会被点早了 没有没有 伤害预估还是完美 那暗夜精灵 没法玩了呀 直接退出游戏 我们恭喜林呱呱呱 敲了两波明明 听个独自去拆了三字 把对手搞得真的很无语 我们恭喜林呱呱 这个一本道的战术 确实强啊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好